《以西节书》第34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众牧者 你要对他们说预言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众牧者有祸了 他们只顾牧养自己 牧者岂不应当牧养羊群吗 你们吃枝油 穿羊毛 宰肥状的羊 却不牧养羊群 瘦弱的 你们没有羊状 患病的 你们没有医治 受伤的 你们没有包扎 被赶散的 你们没有领回 迷失的 你们没有寻找 你们反而用强暴 严严地管辖他们 他们没有牧人 就分散了 做了田野一切走兽的食物 我的羊在众山 和各高纲上流离 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没有人去寻 也没有人去找 因此 你们这些做牧者的 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的羊因没有牧人 就成了猎物 做了田野一切走兽的食物 我的众牧者不寻找我的羊 他们只顾牧养自己 却不牧养我的羊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你们这些做牧者的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与众牧者为敌 我必向他们追讨我的羊 使他们不再牧养羊群 也不再牧养自己 我必救我的羊 脱离他们的口 不再做他们的食物 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亲自寻觅我的羊 把他们找出来 牧人在他的羊群 四散的时候 怎样寻找他的羊 我也必照样寻找我的羊 这些羊在密云幽暗的日子 四散到各处 我要把他们从那里救回来 我必把他们从万族中领出来 从列邦中聚集他们 令他们归回故土 我必在以色列的群山上 在众西水旁 在国内一切居住的地方 牧养他们 我必在美好的草场上 牧养他们 以色列的高山 必做牧放他们的地方 在那里 他们必躺卧在美好的牧场上 他们必在以色列群山 肥美的草场上吃草 我必亲自牧养我的羊 亲自使他们躺卧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迷失的 我必寻找 被赶散的 我必领回 受伤的 我必包扎 患病的 我必养壮 肥壮的 我却要除灭 我也必按着 公正牧养他们 我的羊啊 论到你们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在羊与羊之间 在公棉羊与公山羊之间 施行审判 你们在美好的草场上 吃草 还不知足吗 剩下的草 你们尽用脚践踏 你们喝了清水 剩下的 你们尽用脚脚拙 我的羊 就只能吃你们 用脚践踏过的 喝你们用脚 脚拙了的 因此 主耶和华 对他们这样说 看啊 我必亲自在 肥羊与受养之间 施行审判 因为你们用腰 用肩 涌挤 所有瘦弱的 又用脚 抵触他们 直到把他们 驱散到外面 所以我必拯救 我的羊 使他们不再 做猎物 我要在羊与羊之间 施行审判 我必立一个牧人 就是我的仆人 大卫 看管他们 牧养他们 他必牧养他们 做他们的牧人 我耶和华 必做他们的神 我的仆人 大卫 要在他们中间 做领袖 我耶和华 已经说了 我必与他们 立平安的约 使恶兽 从境内灭绝 他们就可以 在旷野安居 在树林中躺卧 我必使他们 和我的山 四围都蒙福 我必按时降雨 这就是赐福的雨 田椅的树木 必结果子 地也必有出产 他们必在 自己的土地上安居 我打断 他们所负的恶 就他们脱离 奴役者的手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他们必不再 做列国的猎物 地上的野兽 也不再吞吃他们 他们必安然居住 没有人惊吓他们 我必给他们 兴起一个 以种植文明的地方 使他们在境内 不再被饥荒消灭 也不再担当 列国的羞辱 那时 他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 他们的神 与他们同在 并且知道 他们以色列家 是我的子民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是我的羊 是我草场上的羊 我是你们的神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很高兴 第一个人 你们是否还能 你们是否是 育成的宣告 建议 寻找 这пис键